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口的做法也发生了改变 今天 厨子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道中西合璧的柠檬酒香煮清口 希望大家喜欢 将清口在清水中浸泡3-4个小时 再用刷纸刷洗干净 被少许的九层塔切碎 洋葱切成碎粒备用 起锅 烧热 倒上少许的橄榄油 下姜 蒜末爆香 下洋葱末炒出香味 将洗好的清口倒入锅中翻炒均匀 加上几片柠檬 稍微翻炒 加入适量的白蓝地酒 以酒刚刚淹没清口为准 以酒刚刚淹没清口为准 加入适量的盐 撒上胡椒粉 稍微翻炒均匀 盖上锅盖 倒火焖2-3分钟 撒上少许的九层塔碎 稍微翻炒 美味继成 抽选清口时 如果不是马上烹饪 就不要丑掉那些虚 否则清口容易受伤后死掉 清口为海鲜 本身体内含有一定的盐分 所以在煮清口时 放盐不能太多 九层塔 又名金不换 是广东地区烹饪被内海鲜时 常用的一种香料 如果没有 也可以不用 或用指数液代替 原创不易 您的关注是厨子创作的动力 更多更好建议 请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厨子说菜 一个分享美食与做菜心得的地方 我是厨子 期待您的关注 谢谢大家